明天星期一要上班上课了 我们来关心未来一周的天气 基本上的天气都是温暖偏热的 透过微星云图您可以看到 现在盛行这比较温暖的西南风 这样子稳定的天气 会持续到下个星期三 这西南风环境带来更多暖热的空气 基本上明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 所以明天上班上课 白天出门会觉得还蛮舒适的 天气很好 但是提醒大家越接近中午时分 这温度会越高 所以明天如果您要长时间待在外头的话 早上出门要做好防晒工作了 并且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我们来看到明天周一各地的温度 基本上都偏暖热 早晚比较舒适 落在23度到25度 但是注意到到了中午前后 这本岛都要留意 高温会来到33度以上 特别提醒在南部地区和今天一样 特别在台南跟高雄的近山区平地 可能来到36度或是以上的高温 那么在里岛地区明天就相对舒适许多了 在马祖跟金门云量比较多 感受上面比较舒适 20度到27度 那么在澎湖地区稍微暖油一些 有阳光露脸 明天上班课中午前后 在户外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了 我们就来看到其实明天的高温 还会比今天还要更高 今天中午您看到 分别在这台南跟高雄 以及在屏东跟台东 气象属是发布了这高温资讯 亮起了黄色灯号 容易出现极端高温 就来看到今天的高温排行榜 这最高温出现在台南的南化 标出了37.1度 直接冲破了37度 那么在台南预警来到了36.9度 高雄的内门36.3度 再往南高雄的山林36.1度 台南的南西也标出了36度的高温 基本上高温都集中在台南跟高雄一带 那么明天这样的高温会更暖热 要留意类似这样今天的高温出现 提醒大家明天尤其在南部地区 户外要避免剧烈活动 慎防热伤害了 我们接着来关注未来一周的水汽 特别提醒大家 从今天晚上到了下周三 在台湾的北部会有一道封面行程 那么水汽会略微增加 但是不至于到太多 这降雨大部分集中在大台北地区 跟东部跟东南部 有灵性的短暂震 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 那么未来这一周天气 中南部大致上都是好天气 那么提醒北部跟东部地区观众朋友 大概以着下周四作为一个界限 周四过后的水汽会稍微多一些 关键原因就是下周四会有一道封面接近 我们发现到了周四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转为这局部短暂震与天气形态 但是中南部不受影响都是多云到晴 只是在午后的山区降雨会逐渐增加一些 那么到了下周五六 这封面就逐渐远离了 各地慢慢地回到多云到晴 不过在午后注意在北部以及东北部 还有中部东部的山区 降雨几率会稍微高一些 但整体而言下周四过后 天气尤其对于北部跟东部来讲 会稍微比较不稳定一些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我们来看到 未来一周的温度趋势 明天星期一到星期三 各地都呈现比较暖热天气形态 高温都会飙到30度以上 特别注意到在明天中午时分 流雨尤其在这各个地区 流雨36度的极端高温出现 那么从周四开始到周六 北部东部因为水气稍微增加 所以您会发现到了周四 北东的高温会稍微下降一些 感受上面会比较舒适 那么中南部维持30多度以上的高温 那么接着来关注在空气品质方面 明天盛行着温暖的西南风 所以特别提醒明天在 中部与北地区的观众朋友 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 到了中午过后 这臭氧浓度也会比较高 明天中部与北地区观众朋友 如果说您在外头长时间久待的话 若是敏感族群要记得佩戴口罩了 那么到了后天周二到周四 随着封面接近 西半部的扩散条件还会再差一些 所以到了周二过后 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污染物其实更容易累积了 所以未来这一周空气品质 明天中部与北的敏感族群要留意 那么到了周二过后 整个西半部地区敏感族群 都要提高警觉 我们来看到在各地温度的方面 在北部地区 明天的温度落在23度到32度 基本上都有阳光露脸 那么在中部地区 来看到中部地区落在24度到33度 留意这极端高温到了中午时分 会变得相当的暖热 再往南走这温度将会更高了 来到25度到34度 特别提醒在南部的近山区 更可能标出36度 37度的高温 一定要做好这防晒补水工作了 再往东部地区走 水气稍微多一些 来到23度到32度 但是东部地区水气稍微多一些 所以感受上面也会比较闷热 那么再往这离岛地区走来看到 离岛地区的温度落在22度到29度 明天在金马地区云量比较多 澎湖地区这太阳还是会露脸的 明天星期一上班上课 这小叮叮提醒大家 明天各地高温还是很炎热 这周一上班上课在外头酒呆 一定要记得防晒补水了 也要提醒在中部以北地区观众朋友 明天的空气品质稍微差一些 如果说您是敏感族群的话 在外头要记得佩戴口罩 并且避免着剧烈运动